于松看到救护车来,把沈凡兴接走的时候,吓得他腿都软了,慌乱中,他第一时间跟着去了医院,忙着给沈凡兴做最好的安排,先别告诉他,一切等我检查出来之后再说,先等结果,楚柏阳闻讯赶过来的时候,沈凡兴刚进检查室没有多久。 阿绵,你,你没事就好。 楚先生,如果没什么事情,还是请你尽快离开,大小姐不想看到你。 楚柏阳先眸,淡淡看了他一眼,眸子里的烟尘像是悬兵打造而成的剑,直接将人万简穿新。 把你身上的东西收起来,这里没有对不起你的人。 我陪你一起等发行出来。 滚,楚柏阳,把你的人都给我撤走,滚回你的币国去,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,永远都不要。 楚先生,请你马上离开。 我说过,陪你一起等着发行出来,一天情绪不对,我不会再放你一个人。 可我现在不需要你,我现在不需要你。 楚柏阳,你知道你现在出现在这里,说要陪在我的身边到底有多讽刺吗? 累了吗?我带你去休息时到。 他说着,弯身就要去抱他。 别碰我,我让你别碰我,滚,这里不需要你。 楚柏阳静静地盯了他一会儿,最后竟然真的朝后退了两步。 楚柏阳,你没有必要这样放下身段,来我这里当兽器帮,让我打不还手。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 还是这么自私吗?就没有想过你的存在,会有别人觉得恶心吗? 阿免,不用故意用那么恶毒的言语刺伤我,我不会放在心上他。 故意?谁说我是故意的? 你哪儿来的自信?以为我说恶心你就一定是违心的话? 凡行身子有欲,他现在在医院,身边有我,有楚叔,有他爱的人,细心安排的所有人。 你在这儿算什么呢?他不需要你,我也不需要。 楚柏阳,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? 在想那个我失去的孩子。 想我被困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,我在想什么?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,你奇迹一般地出现在我的身边。 后来又想到我亲眼看到你,守在寄情病床边温声细语安慰他的样子。 才后来想想,我到底为什么失去了那个孩子? 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。 如今你站在这儿,可有可无的存在, 除了让我恶心之外,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? 你说的对,我的确是个自私的人。